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备战的消息 中国体操队的适应训练是在北阿尔兰的利斯本进行的 10天的训练让队员们适应了时差,也适应了当地的天气 昨天,中国体操男队的队员已经来到伦敦进驻奥运村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之前在北阿尔兰的适应训练 如果仅仅是看到中国体操队的装扮 很多人会怀疑这真的是参加夏季奥运会吗 不过利斯本早晚的天气确实有些冷 姑娘们出发训练的时候都会戴上热水袋 除了天气与北京有较大的反差 其他的一切萨尔托体操中心都试图做到细致 尽管中国队只是来这里训练十多天 但冲刺奥运会的每一天都显得异常关键 现在所看到的整个这个训练环境和整个的这个器械的布置呢 其实也都是全新的 而且他们也是特意的购置了这个奥运会需要用到的 Ginnova牌子的这个器械 可以说 萨尔托俱乐部真的是为中国队的到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环境 器械和家里用的没有两样 适应起来就容易得多 又要实现最后的冲刺 又要在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防止伤病的出现 这对于第六次参加奥运会的总教练黄玉斌来说 赛前的日子依旧难熬 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单向比较多 那么日本队呢它可以四三三 它四个人也可以参加比赛 但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是可定可保的是三个人 不能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赛前训练呢 比别人难比别人紧张就是难的事了 就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可能有人去第四个人去弥补 团体竞牌是中国体操男队最重要的目标 目前每一位选手都在各自项目上力求完美 而女队在备战奥运的最后时刻 黄秋爽的跳马很是鼓舞人心 这也是中国女队目前唯一的一个900的动作 在临近奥运会的日子 爽爽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这次跳900 自己也感觉特别高兴 而且动作也比以往要清楚 然后成功率要比以往高一些 那有没有这种信心在比赛里面拼你吧 有 可能会让我做 然后自己也挺想拼一下 在最后时刻入围奥运名单的何可欣 同样愿意在奥运会时拼出自己的最高难度 自己在努力完成 就是最高那个起平分的套 因为毕竟我觉得还能再参加一届奥运会吧 不想让自己有太多的遗憾 就算我最后成绩拿得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觉得至少自己心里面能对得起自己 我觉得我能表现出来就已经很好 中国队训练的时候是不允许外人进入内场的 即便是俱乐部自己的学员 但是中国体操队的到来 让北爱尔兰初恋体操的孩子非常好奇 于是俱乐部想出了这样一种方式 在塞尔托体操中心训练的孩子呢 就有一千多人 那么为了迎接中国队的到来 他们也是特意举办了这样一个画画的比赛 那么在这一千多名孩子当中呢 有四十个人的这个画呢 将会被选中 也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贴在墙上的画 都是有关奥运会的这种元素 那么昨天这四十名孩子 以及他们的家长也是如愿以偿 来到了俱乐部观看了中国体操队的训练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孩子们渴望近距离接触中国队的体操高手 所以很多画都具有中国元素 在这里中国队的十四名队员被视作偶像 在当地的孩子们看来 他们都穿一模一样的队服 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这十四人中 却是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情 并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而走向极端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 政选和替补 不是你刚才说在等待那个奇迹吗 你觉得那个奇迹的概率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挺渺小的 可能也只有20%或者30%这样子 但没关系 我自己努力就好了 我觉得作为替补嘛 既然队伍需要 那就必须就是坚持到最后 到28号不能再换了之前 就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或者说是放弃 因为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当然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我们这支队伍大家都团结起来 大家平平安安谁也不要出伤 任何一个人出伤对这支队伍的损失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边还是认真做好每一天 包括防伤防病 最后几天这百分之百的去努力 下班 我还是在这边是什么 我还是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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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在这边